大家好,我是小米,今天要來介紹的是這個 我的新花樣,就是這個肋膏 然後它是...嗯... 這是我很喜歡積木的東西 然後我就去找那個類似吊飾 然後就看到這個,它是日本大版的 日本大版吧 然後它...可以訂製你的肋膏 我先來打開 那它訂製完就是這樣 這很像肋膏 因為如果有買過肋膏的吊飾 你會知道這個吊飾 然後...這個...這樣子 然後...它這個就是一個肋膜 那肋膜的顏色可以選 它要超多種顏色,看你要選什麼 我一開始選黃色 可是因為黃色沒有,所以我選水藍色 然後字母可以選大雪跟小雪 然後還有符號 那這個字母就選Shyme 因為我整那個蝦泥 所以就選Shyme 我超喜歡這個的 會別在我的錢包 因為我...其實...嗯... 就算鉛筆給我一個拉鍊 我也不太喜歡綁太多吊飾在上面 然後還有送小禮物 就是...就是這個 已經碎掉的... 這個是... PPAP的那個... Picot太郎吧 超可愛的 它原本是超完整 可是我一直放在書包 我不想說一定要跟你們分享 結果呢... 就壓著壓著就碎了 超可惜的 找個時間把它吃了 其實這是它送的 那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是過期 那我最期待的就是這個拉 那今天的... 一個小小的開封就到這裡喔 那因為是小小開封 所以我自己... 這部影片已經很快會上傳 然後... 就... 喜歡今天的影片 可以幫我按個讚小禮物收看 就可以幫我按個訂閱 然後有任何想要給的意見 或是想對我說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那下次再見囉 掰掰